另外来看到地方的国际交流 日本雄本县前菊池市长跟市议员一行人 今天来到了宜兰参访 不但要跟宜兰市缔结友好城市 今天来到日志时代留下的西乡亭县德镇碑来献花致意 缅怀前宜兰县长西乡菊次郎 期望两市可以互相交流来带动各地的发展 在宜兰市长的陪同下 日本前菊池市长带领市议员等一行人 来到西门桥旁的西乡县县德镇碑 奉上鲜花表达对前宜兰厅长西乡菊次郎的敬意 因为厅长整治水患有功 才能营造现在安全的居住环境 最近在日本时代西乡菊次郎是我们宜兰厅长 对于宜兰水患方面做得非常好 所以在这里做一个纪念碑 就是要纪念他公在宜兰 把我们所有的居民都可以生活在很快乐和很安全的地方 另外施工所将跟菊池市成为友好城市 借由更多文化交流带动双方的观光景气发展 前面的这是西乡菊次郎的纪念碑 已经一百年以上的历史了 那站在这里好像这个时光流逝非常的快 那非常感谢我们宜兰市市长把这个古迹把它保存的那么好 那希望借由这个西乡菊次郎的纪念碑 然后促成宜兰市和菊池市 双方面的市民还有日本国跟台湾之间 两国之间的人民的友好 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 这次访问的机会 能够让双方的人民感情互相增进 然后彼此的交流能够更为紧密 日本参访团也会到江西了解更多温泉文化 让宜兰跟菊池市的观光往来更密切 宜兰新闻记者张立林采访报道